怕啥来啥 A股在线黑洲四魔咒 大盘失守了20日线 机构声明线都被跌破了 那代表着5月的上涨不复存在 复诸东流了 大盘一根中阴线 那只跌起稳了吗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五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股市早不报 一则消息 A股高台跳水 这个消息只是全部计划的一部分 A计划嘛 未来还会有B计划 C计划甚至D计划 看看这件事如何发酵 那发生地缘方面的事 往往当天大盘都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那么第二天就有所恢复校正 之后会按照事件的强度 做出进一步的应对 所以昨天大盘下午2点钟 出现了一个买入信号 你看 做了一个T加0 那因为是15分钟级别 你看这是15分钟级别的T加0机会 那个位置有一个分时低点 15分钟对应的是20个周期左右 那就是今天 所以今天大盘出现要是有反弹冲高 那么还是得T出来的 大方向分批下车 还是主基调 那另外 昨天大盘留下的一个跳空缺口 你看就这个位置 3152到3150 有一个1.84 83个点的跳空缺口 那三天如果不能回补缺口 缺口就有效 对下方构成了压力 先观察今天和周一 能不能回补这个跳空缺口 来我们看看盘面的细节 先看上证指数 15分钟图 那是一个低点附近 30分钟图开盘是序列低9 60分钟90分钟顶背离之后 又出现了个小低点 而120分钟日线还在顶背离结构呢 周线也在序列高6 这不就是有回落整理的要求吗 我们再看上证50指数 15分钟也是低点附近 30分钟开盘序列低9 60分钟顶 还有90分钟是顶背离之后的小低点 120分钟和日线是顶背离结构 周线是序列高6 这不也有震荡回落的要求吗 这是震荡整理的 那再来看客创版 15分钟是低点附近 30分钟开盘序列低9 60分钟90分钟也在低点附近 120分钟日线和周线出现了序列重排 这不有一个整理要求吗 那再来看护身300指数 15分钟低点附近 30分钟开盘序列低9 60分钟90分钟也在低点附近 120分钟和日线那是顶背离结构 而且周线是小高点 这不也有震荡整理要求吗 再来看身上纸 15分钟低点附近 30分钟开盘序列低9 60分钟90分钟也在低点附近 120分钟序列重排 日线顶背离结构 周线小高点 这不也有震荡整理的要求吗 另外我们再看创业版 15分钟低点附近 30分钟开盘序列低9 60分钟90分钟120甚至周线 序列重排 这不是也有整理要求吗 综上所述短线有回落整理要求 中长线仍然有投资价值 看好我们自己手里的股票 那才是王道 如果上升趋势没有改变 5日10线都没跌破 持股带涨别卖肥 一旦跌破关键支撑位的 那么我们还是要分批下车 减棒吗 好说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像巴以呀 还有红海呀 鹅乌半岛过什么海 台什么毒 这些东西还在发酵呢 那鹅的也连那个大佬 又签署了令 说允许没收美的那些个资产 来补充鹅的损失 这个事大了 好再看隔夜的外盘 美股普跌 你看道指跌了1.53 纳指也跌了0.39 标普也跌了0.74 我们中概股跌的更多 已经跌幅超过3% 这不就是那个反应吗 我们就是那个A计划吗 那再来看欧洲那边 多数呢是上涨的 原油77美元附近 黄金2330 黄金跌了一些 人民币7.2422 人民币在那高位横着呢 我们这个人民币还没支撑起来呢 港股恒生指数 昨天跌了是1.7 恒生科技指数 大跌了2.4 超出来了啊 北上资金 昨天净卖出32个亿 工业复联 维柴还有这个维尔等等 分别卖出一个亿 长江电力却买入 净的是5个亿 昨天有20亿 7天7的逆回购 当天也有这些 就是属于持平 这么点逆回购啊 就是意思意思 两市融资预额 昨天增加了21个亿 但还不到1.5万亿 你等超过1.6万亿 达到1.8万亿 就证明有人愿意加杠杆 那大盘就撑撑涨起来了 我们看看国内消息 大佬说了 要多推出一些个 像民生所及 民生所向的 这些个改革措施 这是大方向定了 还将众生发展 那大佬又说了 要推进种业的领域 这方面的创新平台建设 种的农业 这是啥呀 这是嘴里边口袋上的事 加强重点品种的 就是前沿的这些个 研发等等 这就是大方向定了 这都是安全问题 那再说房地产 旺克呢 质押了自己的物流公司 看到没 再大的企业 也得拿钱呢 怎么办 又来融资 融了200个亿 你看这下的尾盘又拉升 啥意思啊 有钱了 猪都能上天 那么房地产企业 一旦要是有钱了 那就是不得了 那好 再说证件会 支持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这些卡脖子的企业 叫做股债 债集中资 意思就是解决卡脖子 那再说 全国各个省啊 现在实现国家级的 还有省级的 这些药品采购 现在已经达到了 450多个 那好 再说成年会 5月份 乘用车呢 现在零售啊 160多万辆 目前 同比下降了5.3% 新南车是77万多辆 同比增长了37点多 一增一减 你能看出问题 就是现在还是结构性的上涨 那么这些车卖少了 是不是得加大这个 以旧换新呢 等等的出销力度 对 那再说 我们国家 可能对大排量的汽车啊 还有这个2.5以上排量的 这些进口车 要加征关税 这个事情正在发酵 那再说 30年超长期 这北国债 上市的第一天 大妈包担 但是第二天啊 突然间下跌 盘总都一度触及临停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只涨不跌的 那当天涨了20% 那得赚了多少啊 所以说这呢 得理性消费 理性存款 什么东西都得理性 好 说说咱们的观点 短线有回落整理的要求 中长线仍然有投资价值 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那才是王道 上升趋势没有改变 五日十日线都没跌破的 是吴代长 一旦跌破了关键支撑位的 古邦曾经讲过 按照520债法 那么就得分批下车 我们把资金出类 不参与下跌调整同时 实在管不住手的 就找那种第一位有拐点的 你看 现在轮番筑顶的时候 还有从底下慢慢往起爬的 这不都是补涨的吗 这样我们不被市场边缘化的 同时 还能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中午收盘见